晚上十二点,他刚下班,走在回家的路上,经过小区的垃圾桶,听见里边传出生日卡片的音乐声,声音飘渺,像夜晚飘荡的风铃。 他听着这生日歌不由的后背发凉,于是,加快了回家的脚步。 这音乐声一直萦绕耳边,想望也望不掉。 回到家,他觉得有人跟他一起进了门,但是,回头看却什么也没有。 屋里黑漆漆地,他按捺着心中的不安,赶紧把灯全打开。 灯亮了,屋里空荡荡的,只有他自己。 他松了口气,随手拉开冰箱,取出啤酒,坐在沙发上,看电视新闻。 忽然,耳边似乎又传来叮叮的音乐声,又是那首生日歌。 他把电视声音关掉,那声音没了,电视打开,那声音又似有似无地出现了。 他有些害怕,把电视声音调大,像盖住那音乐声,但,还是隐约能听到,鬼魅般的叮铃声。 他背挤直冒冷汗,打了个寒颤,回头去看,什么也没有。 把头扭过来,那感觉又出现了。 他有些坐立不安,抑制不住地颤抖起来。 他已经分不清,这是因为恐惧而颤抖,还是因为啤酒的冰凉。 他只想快些钻到被窝里,将自己埋在被子下面,这样才是安全的。 被窝里,他闭着眼睛努力睡着,却难以入睡。 而后他睁开眼睛,眼前的一幕,让他迅速从床上弹起来。 一个女孩睁着眼在他被窝里,直勾勾地瞪着他。 那女孩声音轻柔飘渺,缓缓地说, 你来陪我过生日吧。 接着,牵起他的手,他愣愣地地跟着走了。 那一晚,屋里一直回想着那首生日歌。 第二天一早,音乐停了,屋里空荡荡地,桌上摆着还未喝完的啤酒,男主人再也没出现过。